大家好,今天教你们如何去改了WiFi密码,不用重新再连接你的小米的产品 是有解决方法的 首先,connect了你们的WiFi和WiFi router 然后打上你们的IP address 通常是192.168.1的 之后进到这里,打上你们的UseNit and Password 之后这里呢就是你们的常常改的 WiFi密码 假如你们换了WiFi密码的后 你们所有连接过这个名字的WiFi都要重新再设置过 是有解决方法 首先你们要去到这里,guest network credit你们的一个WiFi的名字 还有另外的password就可以了 通常这是2.4的,不要去select5的 是去2.4,neighbor 然后这个是你们的自己的WiFi名字 password,你们自己可以选的password 然后就ok了 假如你们在这里是常常换 常常换你们的WiFi password都可以 它不会影响在这里的 它这里已经设置好了这个名字 这个WiFi password 所以你们记得从所有的小米的产品 都要连接这个名字 这个password就ok了 然后下次你们也是可以从在这里自己再换password 就ok了 所以你们常常换这个password是不影响那个ID的 记得那个ID是for 是只是给你们小米产品连接 所以呢,你每次换password都不用怕再重新设置过 ok? 好的 好